你好我是董正龍 那在這裡呢教你呢 怎麼樣呢去寫 你們公司的產品的介紹 特別是你經營的 傳直銷公司呢他有很多不錯商品 那首先呢我建議的方式是你針對每個主要商品都寫一篇文章 就像這樣子新增一篇文章 然後文章在這邊撰寫好之後 記得他的分類 我們這邊有一些預設的分類那你隨時可以在下面新增分類 然後分類的地方呢你 把它 勾選這個是產品介紹 產品介紹然後把它儲存下來 一旦呢你寫了幾篇的文章之後幾個商品的文章之後 然後你來到我們這個頁面 這個產品介紹頁面 然後你使用了我們右手邊的模板 這個時候呢 你就不要再挑預設模板 你使用這個 Portfolio Page 這個是那個展示頁 就是商品 就他可以把 很多篇文章 很漂亮的展示出來 記得你就選這一個模板 然後接下來呢 你可以呢 選擇要不要全 全品 就是沒有側邊 沒有右手邊 這一個欄位 然後呢 那我們今天就用我們預設的 然後縮圖的大小 你可以自己去測試一下 那用我們預設的話 然後接下來呢 你就在這邊呢 選 這個產品介紹 這個分類 他就會去抓呢 你在這個分類裡面的文章 然後這個 裡面的文章呢 你可以自己挑 你是要 抓 4篇 5篇 6篇 就看你寫幾篇 如果你寫了 4篇文章 那你就 你就這邊填4這樣子 然後呢 因為呢 在這個示範裡面呢 我在 產品介紹裡面 並沒有任何文章 所以呢 我就先勾選這個 傳直銷知識 然後4篇文章 抓出來 給你當示範 但是實際上你用的時候是 先寫好幾篇 產品介紹文章 然後 最後是 勾選這個產品介紹 好那我現在用這樣子 的設定 然後按 更新 然後我們再來看這個頁面 好那 當然呢 你這邊呢 寫的啊 都還會在 那建議到時候你可以把它刪掉也可以 或你要再補充加上一些 資料都可以 最重要是 這一個 有沒有看到 這是 四篇文章 這就是 我們這一個模板的特殊功能 它可以把你呢 寫好的 這個 文章呢 像這樣子很漂亮的 排版好 好那如果這個是你的商品的介紹的文章 這樣子就會很漂亮好人家來到這個頁面 他就可以一口氣看到你所有針對你們公司的商品 所撰寫的相關文章 OK 所以呢這個 就是使用的方式 最後提醒你 如果你如果你有經營任何的船直銷公司的都歡迎你呢 來 利用這個影片的下方號的連結來免費的申請的一個 專門為 船直銷人呢 打造的免 免費的部落格 OK 就這樣 拜拜